佛光有愛零雞惡 响應聯合國SDGs 有序經營及消除貧窮的目標 佛光山極惡寺 繼國際佛光會 中華總會激用區佛光人 在大雄寶店舉行 佛光有愛零雞惡 愛西米聯合捐贈活動 由住持廟章法師主持 這次我們國際佛光會 中華總會激用區各分會 發起的一個愛西米捐贈 那在新容區這邊總共有50個單位受贈 那這個有里長 那有學校 有弱勢團體等等的 那相信大家所發起的 這份愛西米的捐贈 那可以福利很多需要的人 那這也是呢 師父呢 他呢 秉持的 這樣的人氣幾急 人膩幾膩的 一個無緣大慈 通體大背的精神 那帶給每一個人 人心的一個溫暖 那也能夠達到 去除我自私 那有一個無我的一個平等大愛 把佛陀的一個慈悲 智慧 真善美都能夠呢 這個發揚光大 50個受贈單位 包括了各級學校 慈善團體 各禮辦公室等 共贈予了430箱 超過5600公斤的愛西米 由各校的校長及單位主管 清零受贈 現場貴賓雲集 包括輻光人 超過130人參與盛會 今天非常謝謝佛光山 舉辦這個人間有愛 零飢餓的這個活動 捐贈非常多的資源 給我們相關各校各禮的 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就以佛光人的宗旨跟信條 來從事我們的政治工作 相信這個社會會進步 祥和那政策 也會實際的推動 讓我們有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都可以被看見 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宗旨 我們感謝我們國際佛光會 我們基隆區信義第一分會 這個已經是連續第二年的捐贈了 那我們薄荷光懷協會秉持這個助人之心 我們透過食物銀行的服務 透過這個白米的捐贈 我們希望可以幫助到 基隆市的弱勢家庭 能夠獲得白米的愛心 以及我們佛光會的一個祝福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關心我們社會的弱勢族群 讓我們一起送愛給弱勢家庭一個溫暖 藉由各單位轉贈給弱勢和有需求者 期望能在社會上形成善的循環 讓社會更美好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道